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一款颜值非常独特 零百加速2.84秒 800V架构的纯电豪华轿车 极客007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售价 然后MIDI我们一会儿片尾揭晓 极客007是采用了极简主义风格 甚至它的设计语言还跳出了家族化 它整体的设计风格与品牌之前的各款车型都不相同 它有着属于自己的豪华感 而且极客007还是全世界第一台一车千面的智能电动汽车 因为它的前面有一个90英寸的全球最大的一体式智慧灯幕 这块灯幕有1711颗LED的灯珠构成 由75颗的车规级高功率芯片独立控制 我们看一下它的大灯是在它的灯幕的下方 大灯也是由LED的矩阵设计 它的亮度可以更高 而且它的照射范围更广 极客007的车尾部分设计的也非常有特点 首先它的尾灯是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 和前面的大灯是相呼应的 而且是非常狭长的一个大灯 我们看一下它的尾门 官方叫做棒壳式尾门的这种设计 它打开之后的开口会更大 007的车长是4米865 宽是1米9 高是1米45 轴距是2米928 它的得放力达到了81.8% 极客还有着公路坦克支撑 外不怕撞内不起火 交付超过19万台 没有出现一粒自燃 那安全的背后是有着用户 大量看不见的东西在做支撑 比如极客的背后 是有着30年造车底蕴的吉利集团 全面赋能 同时浩瀚原生纯电架构又给了极客007 穿上了安全铠甲 在动力上呢 它是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两个版本 它的双电机版本呢 最大功率呢 是475千瓦 风支扭矩是710牛米 它的0百加速呢 就最高达到了2.84秒 与超跑相媲美 而单电机版本呢 它的最大功率是310千瓦 风支扭矩是440牛米 它的0百加速呢 是最高达到5.4秒 同样续航里程方面呢 也是大多数用户最关心的性能之一 极客007呢 是搭载了高性能的800伏架构电池 CLT-C的工况下的最大的续航里程呢 是870公里 我们身旁这辆车呢 因为是高配 所以说呢 它是没有车门把守的 那它怎么开门呢 它在B柱和C柱的地方 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这样轻轻按一下 打开车门了 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了车内 那怎么关车门呢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坐进车内之后 然后轻轻地轻点一下刹车 它的座椅和方向盘 以及它的腿托 都会自动地调成 你合适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身材一下刹车 它的车门就会自动关闭 是不是 特别的科技法 然后呢 坐进车内呢 它整个车内是非常有质感 有高级感的 然后车内包括座椅啊 有时大面积 都采用了这种NAPA的真皮 还有它中间的这个屏幕啊 也特别的好玩 是一个15.05英寸的 一个向日葵的中控屏 屏幕转向副驾驶 好的 屏幕转向我 好的 它的分辨力特别高 达到了2.5K 而且呢 它的车机呢 是采用了一个8295的车机芯片 所以呢 操作起来是非常非常流畅的 在颜值 空间 性能 操控 续航等等方面 全面超越同级 其他车型的极客007 售价2299到29.99万元 惊不惊奇 意不意外 马上过年了 我们开极客007 回家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